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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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國國民族指標, 民族主義在社會的問題上, 我們認為目前為了解戶狀況上, 這一點評價上者, 正在有所謂的認可, 我們在想要解的地方, 通常是台灣人內所愛, 或者是人權, 加上這些會不會因為尊重人權或是個人幸福的原因而造成反而在一些經濟生長方面一些獨立或是有沒有他的一些缺點 我們這次也是想了解一下這個部分 你們有對這個的一個看法嗎 所以你們是把台灣當作一種的城市來思考嗎 這是一種都市的一種都市 是台北還是台北的一種都市 是台北的一種都市 是台北的一種都市 那我必須先說就是我在負責的是全國性的數位的政策 那我比較不會去特定的去做都市方面的一些規劃 那台北市是目前台灣主要城市裡面唯一有資訊局的一個城市 那他們在他們的政策裡面會有一些跟其他現實不同的規劃 那那一部分我不會去關閉 我接下來要講的都是中國使用的 首先本來是地域的政策 所以全個地域的政策 在全國的地域和整體的政策 因為有可能韓國對數位政策這個部分 好像韓國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名稱叫數位政策 還是可以先幫妳說明一下這個是有關哪一部分的內容 其實應該這樣子講就是說我們的數位政策有一個名字叫做DigiPlus 那這四個字母分別代表數位政策的其中一個面向 第一的部分就是表示我們最基本的一個叫做寬頻人權的概念 就是不管你在台灣的哪裡你都有這個基本的權利來使用寬頻 那我們目前無限的覆蓋率已經到達百分之九十八九九左右 那現在接下來的狀況就是我們用了一筆特別預算 確保說任何弱勢的人他其實是付不起上網的費用 他也有最基本保障的寬頻的頻寬 那這個部分是在第一部分就是發展的部分 那在創新部分我們採取的一個 是跟民間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一起去做法規的共同創造 regulatory co-creation 這個是發生在很多方面,但是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最近立法院才剛通過的一個叫做金融沙河的一個法案 那這個法案就是說任何人用區塊鏈或者比特幣 或者用任何新的科技去做金融的時候 他可以不需要我們金融管制委員會的一個執照 他可以去申請說六個月到十二個月的時間裡面 他就是要犯法,但是他可以去事先說我要犯哪幾個法 然後主管機關就確定不來罰他 但是他中間除了當然不能洗錢以及不能自主恐怖分子之外 他必須要有一份報告去讓整個社會一起討論說 這個新的基礎出現了到底對社會是好事還是壞事 如果是壞事,六個月或十二個月之後就會停止 那大家都只是學到的事情 但是六個月或十二個月之後 如果整個社會都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那麼我們的法規命令以及法律就會因為這個而修改 那就這個是在創新的步道的做法 我剛才剛才提到以說 第一件から是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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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相信 M的角色也有盡感言 所以又要做一些東京的興趣。 那些地方平台是華盛中. 呢叫做法的。 所以我 它不可行的。 成長就是有所不可行的。 但是那些法律和美容力贏貸。 那些法律與新法律和合法的 Namen主要的。 所以那些法律中會有所不可行的。 所以當它不可行的, 我就把制裁和联系统成为了 如果 О Nintendo过程可不得行刑事 就算了,这些个要求12个月之后 这些会务上必要隔壹听 这些事情不在那些 要求但没有增异 来的会务下的绩带 这些会务下的事情 我们的联系统成为 送了这些就是 制裁所收取行刑事 这些会务上的绝对 如果这些会务上可不可以 它们购取剂 这样可以取得好 在治理方面的话,我们主要采取的方式是一个叫做开放政府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任何的预算或者是有任何的法规命令 都要在60天之前就让整个社会都知道,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会放在一个单一的网站上面,这个网站叫做join.tv 那这个网站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任何人他只要有5000个人一起联署 他就可以告诉政府说有某个政策需要修改,或者有某个部分做的不好我们应该要改正 那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在台湾有一句话叫做会炒的小孩有糖吃 那但是我们的做法就是会炒的小孩就邀到厨房里面,大家一起来做糖吃 所以呢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办了接近30次的我们叫做协作collaboration的这样一种会议 也就是说当他是跨各个部会的事务,比方说Facebook上面有人看到有一些诈骗的电子商务啊等等 的情况下我们就把所有的部会都邀来,然后也让这些联署的就是特别有意见的朋友邀过来 然后大家一起用一些接通合作的方法去找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或每个部会分别各做什么 这个状况就会有所改善,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叫做无多方利益关系人 就是multiple stakeholder的这样子一种治理方法 那这个就跟之前每个部会置管自己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是像是一个横向的团队 那这个团队每一次事情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是透过视讯会议,透过直播等等的方式 让整个台湾都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这件事情是新的,但是我们愿意去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现在主ectiveター问今天这个意见的,关 Smooth 去 supervisor 现在主規者是这个这是一个电脑的打用 通通用这种D Mexican的建议中央 riv Δ 比如,这这个包含有关官吧fo 看一下 非常感激しい 這個東西 然後有臨的 總部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種說話 一開始 老公有就是 我是蠻一二二二二三的 有這種說法 但是 就是蠻一二二二二的 在那裡 我們房間 這麼說 跟發探 做不同的 出來 那的 手法 一開始 有一個 產品 在無論 是 有 就像某些人所在想要求的信息 的信息是居然有些人 以前的不同收入的一些 其中的团队有些人會再到 如果人會再到一個人會 只要五千人以上 如果要說的 那些人會來提到 那些人會進行 是, 例如有些人會 但是在所有的主要和各部份的财政者都可以再来解决一下 而所有的部份都可以一起解决一下 接下来韩蓉的部分就是直接回答他刚刚的问题 我们上面的创新是产业上的创新 但是我们在公民社会里面的中文叫社会创新 或者Social Innovation 那跟产业创新是有一个技术来的时候 就让公司试着去使用 甚至是可以在沙河里面做创造新的使用一样 我们在公民社会里面当新的技术 比方说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台湾各地自己就有空气品质侦测器 可能两三千个空气品质侦测器 把它结合成一个空物品质的物联网等等 那在台湾的特点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希望说除了政府能够公布资料之外 民间也要可以对等的公布资料 所以说好比上说我们做很多政策的时候 就会跟民间是一个协同的概念 也就是说不是政府去要求社会企业 或者是要求NGO做什么方向 而是反过来社会企业跟NGO 自己把自己擅长的做完之后 说剩下来什么只有政府能做的 我们再把剩下来这个解决 那所以这个想法就是 我们帮这些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这些永续发展目标 其实是他们自己去做 那政府是他们做的时候 碰到法规碰到什么限制的时候 我们来帮忙解决 那他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些公民社会 他们特别注重什么呢 言论自由 机会自由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是他们来领导创新的话 他们就可以找出在 兼顾这些人权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怎么解决社会问题 但是如果是政府来想的话 往往就会侵犯到人权 民間단체에서도 측정한 수치와 국가에서 측정한 수치를 같이 공표하길 바랍니다 그런 게 더 정확한 수치가 나올 수 있고요 그런 것들이 있기 때문에 사실은 정부에서 나서서 만약에 여러 가지 일들을 하다 보면 오히려 인권을 침해하는 일이 생길 수도 있고 오히려 발전이 저하가 될 수 있습니다 그런데 대만이 굉장히 중요하게 생각하는 게 언론 자유의 기회, 평등, 자유 이런 것도 굉장히 중요하게 생각합니다 그런데 이런 것들을 하는 굉장히 많은 단체들이 있습니다 저희가 정부가 다 하고 나서 나머지 것들을 이 단체들이 하는 게 아니라 이 단체들이 다 하고 이 단체들이 못하는 것들을 정부가 하는 게 맞다고 생각을 합니다 그런데 이 단체들이 하고 싶은 걸 다 원하는 것들을 최대한 밀어주기 위해서는 여러 가지 법적인 문제도 있을 겁니다 사실은 정부는 나서서 이런 단체들이 하는 일에 있어서 법적인 제도적으로 문제가 있다거나 이런 것들을 보완하는 역할을 하는 게 가장 중요한 역할이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지금 말씀해 주신 것처럼 장관님이 지금 하시는 것들은 정부는 서버 역할을 해주시는 거잖아요 기본적으로 그런데 모든 법이나 내용들을 오픈, 열린 정부라는 개념으로 해가지고 국민들한테 모두 알려주고 있는 시스템을 하고 있는데 이건 전 세계적으로 지금 유일한 정책으로 알고 있는데 이런 정책을 실행할 수 있었던 게 대만 위기에 가능했던 건지 대만의 어떤 특성 위기에 가능했던 건지 궁금하다고 여쭤봅니다 금방에 아주 이루어진 제중 지금 여기서สonton trat하다는 건지 궁금하다고 생각하 apex 해픈� 얌tu기 연기 지금은 완전히 자동으로 앞에 million가 이야기를 enthusiastic 개인적으로 쇄 Alber ... 십 campaign, 한국ic 2008는 개중 merchant 하 Deshalb 이런 것들은 정부에 방해 ... 一些政策有什麼特別它的優勢嗎 是 我想台灣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說我們這邊有一個講法 叫做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那就是因為就是比我年紀小的人 其實不記得戒嚴的時候 但是比我年紀大的人都記得 那當時的戒嚴的時候 台灣是幾乎完全沒有言論自由的 而當就是我們做了憲法 或總統直選等等的一些調整之後呢 大家是忽然之間從完全沒有到完全有 那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都還記得以前沒有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不會接受去把自己的這個言論自由 以國家安全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藉口 或經濟發展藉口交回給政府手上 因為大家都還記得 政府是由獨裁者所把持的時候 所以我們每一次有一個政策出現 而我們哪怕只有一點點 要侵犯言論自由的感覺出現的時候 民間就會非常確定的讓政府知道說 這條路是不可行的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我們是被逼著去往開放的方向做創新 因為黑箱啊 密室啊這些東西 在2014年的佔領運動之後 沒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夠說 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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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日本人會出現的時候 不可行的 如果我們會進行的 有視頻 自立的осс Aegiler 尤其是 從某個角度去淺 不可行的 平常已經有關 所以说,台湾的国民对言论自由的参与率也非常高,然后也非常支持。 对,我们不管是在两性平等的去参与网路的使用,不管是在网路上面讨论公共事务的时间的程度,不管是用行动装置在这种网路的公共空间上网的时间等等都是世界第一。 所以在台湾推行很多数位化的政策的时候,不需要像其他国家一样考虑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要照顾一大半的在偏向或者弱势没有上网能力的群众。 相反的,那只有2%或3%,而且我们现在是用特别的预算去把那2%或3%都把它补上。 那这样理论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完全可以用网路去取代网路的。 请留下来关注。 第一个电话,第一个电话,再次用提到。 但是,像我所提供的专致提供的, 我所說的是, 它是無線 디지털化的98%就在數字上下動 Mirda, 而且, 現在是200% 的 比如說, 這些傑契要有預訂的打破性的 關於這個條例, 不是多了這麼多的事, 有關於有關於討論論文的問題, 最少的沒有問題就是 我們在網上也三個講解就可以了 Cave, 我真的正在說明 也有大部分人们是非常支持言论的自由 也有一部分人们会想说台湾的言论上太过自由 刚才说到台湾的言论上太过自由 也有一部分人会想说台湾的言论会太过自由 所以有可能言论媒体或言论上的一些素材有可能会不会太直接或算是比较刺激那种素材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就是说媒体的自律我想还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当然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媒体的管道 而且乐听人包含消费者的力量其实并没有比媒体的力量要来的差 所以不管是在媒体的反弄断上或者是媒体的言论的尺度上面 其实消费者自己都是有能力去选择的 但是确实我们在网路就是出现尤其是手机出现之后 我们发现每一个乐听者花在每一则讯息上面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也表示说比较煽情的资讯会比较容易被分享出去 那这个是全世界都碰到的问题也不是只有台湾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开一堂课然后教大家两个小时怎么样打电脑或者怎么样网路 而是说我们希望以后老师不是再是用教学生要学生相信老师讲的话 因为你要是不相信的话考试就会靠低分的这种所谓的应试或者考试教育 我们会把它转成是叫做素养的教育 那素养的意思就是说小孩要自己自发的取取的知识 然后要能够跟人互动然后要达成就是双方的共好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在网路上面碰到任何资讯老师跟他是一起学习的这个精神 而不是去管他或者去教他的这个精神 那这个跟我刚刚讲的这个金融法规杀口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意思 就是政府就像老师一样不是在是单向的教导而是变成陪着你一起学习这样子的教训 那我们有相当好的信心觉得说用这样子的方式跟老师一起取得网路上的资讯的学生 就比较能够去辨认说里面哪些是刺激的部分哪些是不真实的部分 然后他自己可以形成批判思考能力 尤其我们如果从七岁开始就这样子教小孩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长期下来他的这个批判思考能力 就会让他不会去盲目的去服从任何一种特定的字体或特定的声音 所以台湾以后我们的每期数量在我们的新年国民教育的课程中 就是从高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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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当然这些人在选择那些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是更容易有些认为 更容易容易得到人的游戏 更容易得到更有更容易合作的 更容易准备 这些问题是 尔其是像这样的问题 那些是科学的地方,是科学的上面,他也有高層的教育。 他也有很多教育。 但是,在学校的教育上,孩子都可以划除了一种教育。 我是7年多 kanske 我一直在地上教了 深述是7年來的教育 你的教育 女教育都會教育 所以我要教育 和其他一種地方 一起教育 有好徽的教育 如果我们公读 究竟的教育 我們在地上讀訓 因為我們在裁判之前 還有就是上網先去搜尋一下資料 像有看到蔣光明的指令 是說好像14歲的時候就是 就是自學 對自學 這樣這個當時的時候有沒有什麼面臨到一些困難 這樣子會想到會想要自學 當時並不是因為在學校碰到的困難 而是因為有一個叫做WOI Web 就是全球資訊網的發明 那在有全球資訊網發明之前 雖然我也會上Internet 但是我沒有那麼大的信心去說 我感興趣的每個項目在上面都有相應的研究者 可以來跟我互動 但是在全球資訊網在1994年在台灣普及之後 我就發現說我對不管什麼領域有興趣 我在上面就可以直接找到做這個研究者 而且我一封E-mail過去 會在他網站上跟他互動的時候 不過因為我只有14歲 所以就不跟我分享 像他的我們可以一起做很多研究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就發現說在上面的這個知識 因為是正在創造之間的知識 比起我們在大專用書 或者是任何其他教科書上 足足領先了大概十年 所以我就說服我的校長說 這邊事實上是知識產生的地方 而我們在學校是在知識的末端而已 那所以我比較想參加它產生的過程 那我的校長其實非常的支持 所以他就幫我騙教育局 說我都有去上課 但是其實我都沒有 我變成了 fundÖ 授課學校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想在那个中间的光復的人要做了个资源的人 就是自己的卖人,一个人和友谈判好 那样的官员计划做了学校的教育 你之前在学校的教育里面 可能说的一般的教育是十年多关了 在予设计上的最新的資料 很多在争议上的学科 但是很多教育是十年代的 是十年的座考考考考的 这样的话,学校的쪽方都没关系了吗 当时家里其实对这些东西证据很了解的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 先跟我父母去解釋说 为什么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只是因为有一两个关键字 这个投彼此的组号 就愿意等于是免费的 取交别人的这个新的网络上面 我们叫Swift Trust 就是快速彼此信任的这个情况 那他们也都觉得 听完之后也都觉得很感兴趣 因为从他们的一般的了解 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里面 都是要相处的 两个月三个月 才会信任到这个程度 那网络上面大家会 一下就这样信任 而且愿意彼此一起工作 当时是我想要研究的一个项目 所以他们只能在网络里面发生了 所以他们对这个事情 在我解釋之后大家也都可以理解 平时不能关系的 平时在两等三个月 自己和三等之后 身上关系的问题 对事情是可能一天不离 但在台湾上的这么个问题 正常生活中心的事情 平时好的这些事情 自己和相关的重症 就会有多多分钟 clang接近的关系 但它们在学生的议会中有很多情绪和很多人会会见得到 但是,在英国当时,当时会有很多草莓的情绪 所以,当时会有很多情绪的情绪 但,现在,他们有很多情绪 感觉,你们都会有很多情绪 我现在已经有很多情绪 韓國的話,就一般講上網,有可能在韓國,因為韓國現在目前上網的頻率也非常的高,所以韓國的家長非常擔心自己的小孩使用太多的網絡,這樣你覺得這個部分的看法有看法嗎?就是韓國人員不會擔心他們會上太多網絡? 對,這個我們在開發12年國教新的課程當藥的時候,因為我當時是課發會的委員,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討論說網路上,它到底是不是一種疾病,或者是不是家長需要擔心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當時綜合各個研究的結果,我們的想法是這樣子的,就是說有一個實驗叫做老鼠公園,老鼠公園就是把一些老鼠放在一個關的很緊密的地方 那大家可能有聽過這個實驗,就是說它去用海洛衛鷹還是一些可毒品,那那個老鼠一直按一下,按到都不吃不喝的情況 但是如果把老鼠放在一個有非常多互動的可能性的一個現實的社會裡面,那其實就算是本來是有這樣的習慣的老鼠,它也不會去這樣子一直按 也就是說,任何成癮的行為,它很可能都是一種症狀,它是一種symptom,而不是一種病 那所以如果一個小孩,他除了網路上的互動之外,別的方式,他都不願意互動的話,那這很可能是因為說他在現實生活裡面得不到跟網路上面那麼好的程度的注意力 或者是彼此的支持,或者是情感上的支持等等的這個情況,那如果要解決這個方式,並不是讓他少上一些網路 而是讓他在實體生活裡面也有跟他在網路上一樣子的這樣子一種信念的關係 那跟網友見面啊等等,這都是我們常常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的重點並不是網路的互動模式跟實體的互動模式,是中間的互相競爭 而是說家長要怎麼樣子在這兩種不同的互動模式裡面,都可以讓小孩知道說家長是陪伴著小孩的,而不是他要到某個地方之後家長就更不上 第一件取決的時候,系統的原項精采団是 freedomweddar的保育 學生的人和女党精采団 packaging,是通常私和女子智慧 special保育 對澄清 iron脷 come美 minister 當你剛剛 shifts Ihnen嗎 透過一個水航機會 這個是有些藥生產產品 它這邊會變成 booth 如果水航想都會獲到 然后那些蟋是种种的蟋 Life, 吃工方的蟋 被蟋讯的蟋是有很多丁度 就把蟋讯移求的是在社群的蟋其实是在某些蟋s Can 切 funcion 因为这个蟋和是似的蟋 如果侮着一种蟋子之间 测讯的蟋子 喜欢做 hull的东西 因为原子的蟋 就会有点民众的蟋 以为是我们想要做到的 诺会员 如果在现实的蟋 是什么生存的蟋 像是一种蟋的蟋 和跟这样人蟋 如果您的想法,您的想法是否有更多的想法 但是,现在的现实世界上的父母和太阳的差弹 或者父母的想法是否也不认为 自己的想法是否认为自己的想法 这些社会和现实的问题 这些社会的现实的问题 这些人的想法是否认为自己的想法 阿弥陀佛 因為台灣目前也是有國民教育,然後找到你是有實驗還是有智學,這樣目前台灣這個教育這個方面有沒有需要再做改進或是希望以後的方向? 我們在最近十年這個部分也是一樣專門獨特的,就是我們有所謂的實驗教育的三法。 那這三個法律的定義就是說,不管你是自己在家裡學習,不管你是跟其他的家長團體共同學習,或者是用一種另類的教育的學校,像華德福學校等等的方式學習,國家都承認你的學籍。 那這在我十四歲的時候還沒有這樣子,那這是最近十年才有的情況。 那這個情況呢,我們在這兩年又再把它做了更多的補強,也就是說任何時候一個學生他不管是用什麼方式學習, 他只要是在那個年齡,就享有跟那個年齡的其他小孩一樣多的國家的資源跟補助。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看,學校就是對小孩而言,他就是他的資源,他一個禮拜要用兩天,要用三天,要用不同的學校等等。 只要他的家長不反對,只要他的縣市的我們叫做自學的審議的委員會不反對,等於每個小孩都可以編輯自己的課表。 那這樣子我們實驗了大概十年下來,確實也不是每一種實驗教育方法都是成功的。 但是我們挑了裡面特別成功的部分,就是剛才講的素養導向的教育。 那我們發現一個很好的實驗教育的一個結果,就是說這樣子的小孩,他就不會去認同在特定的技能上面。 他不會覺得我就是某一科考的比別人好,就是我的價值。 那這個呢,在AI的時代,這個是特別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能夠比較的技能的東西,有一天都會被AI取代。 但是如果你是自發,你想要讓社會變得更好,跟別人一起做得更好,等等這些素養,這個是永遠不會被取代的。 所以我們在去年就正式的把這些實驗教育裡面好的部分都拿到國民教育裡面,那明年就會開始實行。 首先,一家的簡易有學院許多的教育裡面有很多時間ा lead。 首先,本人在婦會開了一個問題的道具有的防禦是有了的, 例如,現在所裡的國民的教育大學多了講話有紅豆部, 三類目的手法例子。 一是尊重學部的學院職員會有任何教育中。 當然,我們有,在學院職員會有限制的資訊… 當初,我們先裡的一家自 Ing職員會有限制的。 就能提供可以提供的地方 再去的一步 可以做那些地方 另外,是 主要的教育 教育 在教育上的教育 这些地方 第二个方式是 在韩国的教育上 要在自己的邹靠地图形成 在公园上的教育中的教育 就是学校的教育 这些教育上的教育 当然,先说了 就是那种說的,教育委員會可以幫助 但是,在家的學校進行會有什麼需要的教育 或者選擇,每個人 的教育會 每個人的學校進行在學校上也要學習 例如,他們的學生學科學會 在日曜日上,日曜日曜日,日曜日曜日,日曜日曜日 這些學校進行,學校通過 他們的學校進行學校進行學校 學校進行學校進行課 所以,很容易遵復,所以,很容易遵復, 所以,非常有些人都以前, 但很多使用的測試, 有一个人的方式是有没有。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本来是最好的人的方式。 法律的方式, 例如是学校的学校, 那么,这些人都在学校上的学校会, 最终的学校, 所以,这些人都是没有, 所以,最终的方式, 所以,这些人, 最终的方式是有些人, 这些人还是最终的方式, 因为,因为, 他们都在有些人的中心, 所以, 所以其實當中學習大學的學習, ,我們與她的學習就更加深刻, 以未來的學習能夠長得更加深刻? 現在 所詮教學一件事有關在 對你現在屬於在學習的學習上有關教練? 一起來我剛才有一台… 在一些素養教育政策有可以幫我們做一個比較詳細一點的介紹 因為我們對這個素養教育非常有興趣 第一是我們這一次有到台灣的一些圖書館 這樣發現說其實臺灣人很喜歡看書 這樣這個部份是不是也是跟素養教育也有一些關係 素養教育的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說 每一個小孩他不是因為他剛好在學齡 所以才來學習 他應該終身都是一個學習者 那自發是所謂的自助行動在上面 互動是溝通在右下角 共好是所謂的社會參與在左下角 那這三個核心的素養分別各在展開成三種不同的素養 這就是我們叫做三面九項 就是三個面然後九個項目 那九個項目裡面我們剛剛講的批判思考 它是放在右下角的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那這裡我再次強調就是說 這個並不是每一個是一門課 相反的是每一門課裡面都要融入這個不同的素養的部分 所以包含我們考試的方法 教學的方法 然後以及每個學校有他自己的特色課程 甚至每個高中都要像大學一樣 有選修課程的等等的這些部分 都是在這個三面九項目裡面去設計的 這是三面九項目的四個大學 最有小支枝雅成天與上馬雅合上的教學 最終經習注意一點 變成中心學位置 意味道 例如其中心學 fret 具品業套�� material 要有人提供 Corps耍音嚴 9個花rawd�der 没有共读的 history. 我们的境界变成了 这里都几个跟tern annoyed 这十二十二十 하겠습니다 美国学功应kar here 其实这种规模是一大语内领 这是我们的全部所有 kunna两学 学校以出的 суд区 我们的一个 wy ok 以医学用方式 这种方式的3面 4面8号 соп était全研究 这种方式 如果是否所有的作品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都在裡面 那些作品是 原來是這個作品 最初的作品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台書 因為我們這兩天也有到台灣 例如 北斗讀書館 或台灣台北設立的讀書館 像看書的不管是老人家或小孩 你覺得是有什麼特別的原理 台灣開書的比喻 對 我想就是說 作樣老相的教學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不會讓人把書本當作工具式的 就是你考完試之後就丟掉的這樣子的概念 那它比較是 書是一個我們叫做social object 就是說它在社會上面是人跟人之間互動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不只是看書 它比較說看電影 或者是做各種各樣的這種文化的參與 我覺得都是同等的重要 那從我的角度來看 它不是一定是一部電影 或者一本書 或者一個之類的 而是像你剛剛提到的圖書館這樣的空間 因為在這邊你不是只能發現書 你可以透過書去發現有類似興趣的人 然後你透過認識新的人 然後又去發現新的作品等等 也就是說這樣子的文化它發生在公共空間的意義 我覺得比起就是大家自己在家裡面看的意義要來的大 那這一部分我想 尤其是台北 如果你們是要做台北的話 有非常多的這種 甚至是幾乎是免費的 不管是圖書館 或民間自己經營的這種 共同閱讀的空間 在台北都是非常盛行的 但是把它當作社交的一部分 首先,其他教育和相約有關有關的 有關於辦法 社交的問題 首先,學習能読壇我一個話 好可愛 首先,其實學習能読壇是一個關於 學習的術來探修 一部分 學習的確定 學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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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計劇不斷做者 學習的問題 學習的問題 學習的課會全部 學習的問題 學習的問題 不斷做一個 學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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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有研究的不介意。 可以理解准备的vavel藏, 才是文化, 而是文化作业的一个业务方法和作品, 这是一切正常品的性能。 这些不是文化跟文化的方法但并读言, 现在的教权是文化和文化的关系。 所以,这些人和文化的关系, 这些人是文化做个人是最好的, 这次是相似的重要的。 所以我们都在学习所做的一个秀 Pad, 我以前看的,你在看, 文件上有所欲看的紅色, 文件上像, 文件上有所欲看的有所要的 您在看、其他人的工作, 所有人都发布的活动。 很高的スクエジュール、 在文件上的社会發布, 如何都发布一所要的事情。 還有,台灣人們自己的時間也很複重, 很幸福的生命以為不斷促進去。 這段時間,長官您是怎麼回事呢? 參與人他是想瞭解這個部分 像第二個是因為聽說台灣人非常注重 自由或自在 有可能比起韓國人做比較的話 有可能加班或這種時間也相對的會比較少一點 這樣咱們因為你的schedule好像很滿 但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參與這些的話 是 太好了 我的狀況比較特別是因為我在剛加入內閣的時候 我就跟當時的院長說 我希望可以不要在行政院裡工作可以遠距工作 那其實台灣的公務員非常少這樣子做 那但是其實我們這個是語法有據的 他本來就是說任何人在工作跟網路溝通有關係 他就不受時間或力量的限制 所以我的每個禮拜三從早上十點 一直到可能晚上十點 都是在我們在工坊這個文化實驗室 就是這個地方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社會創新的這個地方 那它本來是一個空軍荒廢的一個基地 那現在變成我們所有社會創新的 在台北的一個等於是國家直營的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的好處就是說它隨時都有活動 所以剛才這邊講的義文活動這些都會在這邊發生 那像這邊就是麻省理工學院來做無人車 可是是三龍車等等的這種活動 那我因為每個禮拜三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都在那裡 他又剛好在我宿舍旁邊 所以說大家都是知道說這是我的office hour 所以說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在那邊去聊天 那我們又有很棒的廚師可以一直煮好吃的東西 所以慢慢就出現了一個社群的群聚 所以到現在為止可能才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已經有接近三百場的活動在那邊發生 那我不只是禮拜三、我禮拜五 只要每次也都在那邊喝 所以可以說我的工作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參加追求的活動 那一番也就換個iPad 啊 那一番也就換個iPad 那一番也換個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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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超市會公升到過後 那一番也換個宣 South 那一般的這次選擇 那一般不時的公務員 我都會進行一下 那一番也換個宣us 呈了 以每週十四個午後 一時一 Commonwealth 你們有所有東西 那一時的骨子 那一時 那一天 這裡 每週四個月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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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供工具 sufficient炉像ada产说的 影늬这些型里面是消停工具体的 vomiting其中的洽装 反正甚至改造成並没有 fils虚 против剧 我们去了之前三个月后 每日午前一五时过前凌晨 starts 64我的影響 非常多人在 PhD 和上通静三个月 我之前是每两个月以来就会在台湾的四个新政院分区的办公室 包括中部的南部的云加的跟东部的 轮流区域巡回 那巡回的时候我也是直接在那边去参加当地社会企业的活动 那尤其是他们在问问题的时候 就在空总这个地方 我们有12个不同的部会的朋友 都会在这边我们叫做远端的背寻 也就是说透过像这样子的一种空间 我们从花莲就可以看到台北 从台北也是有一面墙就是花莲 这样互相连起来 所以从台北中央部会的朋友们角度来看 我就有点像是一个特派记者一样 带着他们去各个不同的地方去看当地的社会企业的情况 而当地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去跟台北的官员去做一对一的这种巡打 这是一种远距的办公 那所以在这种下乡就是巡回的状况里面 我也是很积极地去参与当地的议员跟社会的创新的活动 那偶尔就是毫不少礼拜一或礼拜四 我真的在这个行政院工作的时候 我是一定是六点或六点不到就会下班了 那所以不会用加班的方式来给同人压力 那但是我自己这个回家之后还是会继续为远端的工作 以及每城一尾半点的催停下去 有个就会到某个的文化参业 观众多很多众多的学生的区别 有些询问在什么时候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也有看到 和外国人议员所讨压力的 后来又在这个社会上司機会上台并 有些自动情的事件 我觉得有些人会在某个人本眨 我都在家里呆了一天, 也不知道会跟合同的人在家聚会, 在家中也不想工作。 我在家里面的家里有很多藉导, 在家里的家里工作, 行不定的工作下 rob的工作。 所以,我 대iety呆了一天, 就不想工作。 在前面三个星期我生活中, 我把72章的人看完, 都没有想到工作的事情。 但是那些事情 也不相信 那些事情 我也是要不相信 我也是不相信 我也是不相信 昨天前的地方 我只是想要看一个一篇 是一篇段时间 我只是想要看一个 嗯 那现在说过 你是否跟你在一个 做些事情 这些事情是很好的 所以 现在是在一个 这个事情 我看起來比較喜歡的需求 還有這兩者的總結 你會考慮一些東西嗎 您的場合感覺好像非常好 有沒有想過可以推動到台灣一般國民 或是其他上班組 對 我們現在有在研尼一個叫做 就是部分時間的勞動的專法 那在台灣在OECD國家裡面 確實是全職工作的比例 是比部分時間工作要高很多 那部分時間工作在台灣之前 一直不是很流行 是因為大家一直覺得 那好像是打零紅這樣子的感覺 那但是我們現在也發現說 在比較有創意的這一企業的工作方法裡面 其實你具體工作幾點到幾點 已經比較不是重點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還是需要對這種 不是傳統工廠式的這種工作 要有一定的保障 那所以我們在2015年 有通過了電傳勞動的 這樣子一個參考的方針 這樣子任何人他不管是做記者 或者是做其他的 就是像我們寫成事的等等 他們不在辦公室的打卡 或者是職災等等認定 就有一個依據 但是呢 這個還是不是完整的部分時間的保障 那這部分呢 我們現在也在請勞動部積極的 應該會在今年之內去提出一個版本 9時到6時會有必要的 所以現在現在是非常 所謂的部分的工作 部分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非常多的 因為 所以 現在 北京都 2015年 到 現在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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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懶疑 我们下期视频将即将这些词区的新则提供的词 以来,我们将有一个新则提供的词 还有,在前面曾经一位提供的词 第一点是男性专家的词区 是一位女性的词区 但是,当您的词区 我们在词区 因為韓國社會比台灣更保守, 這樣因為韓國人話語但是沒有應該說他人不會去公開自己私人的一些事情, 例如有關女性的意思, 像當我們有去看一些資料或新聞, 上面是有寫因為長官你是對一個美漂亮很, 你覺得因為有一個時機開始, 你覺得對這個漂亮或美很注重, 所以才會想說, 像你覺得這個部分, 你當初公開的時候沒有很多壓力或是不會很在意其他人的想法嗎? 我不知道他們的資訊是哪裡來的, 但是我自己至少從來沒有看過, 我是因為對於美麗很注重, 所以才進行化性別的工作, 我自己當然一部分是天生的, 就是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醫生本來就驗我的雄性懷孔的濃度, 本來就是介於一般的男性跟一般女性中間, 那這可能跟我先天的心臟病等等有一些關聯吧, 所以我一直並沒有像一般的男性一樣發展出那麼多的雄性的機質,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是說當然除此之外, 我也很好奇說女性的青春期是怎麼回事, 那為什麼是因為我們在進行很多討論的時候, 如果跟對方沒有多類似的心靈上面的經驗的話, 其實有些同理性它是會有一個界限的, 所以說我自己經過一個女性的青春期, 我覺得也是去擴增了就是我對於人類的可能感受到的這個情況, 等等的一些部分可以有更深層的了解吧, 那不管是身體的感受, 或者是說對其他人情緒, 或是等等的這些反應, 其實在經過兩個不同的性別青春期的時候, 其實確實狀況是不太一樣的, 那所以我當時去讓社會知道的其中一個原因也就是因為, 我並沒有覺得說人是只能有一個性別的, 或者甚至只有兩種性別的每一個人都是他自己的性別, 從我角度來看, 那所以我想我之所以會公開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說想要跟這個社會有一個對話, 就是說,就像我進來這個行政院的時候大家都問我是, 到底為什麼之前跟國民黨一起工作, 現在跟民進黨一起工作, 那但是其實我一向都沒有當機, 但是台灣社會很難想像一個沒有偏任何一邊的政治人物, 而是否跟生性別的或正常性別的問題也會跟進行戰, 你剛剛看過的資料是, 我會遇到很多個不佳的ある項目的, 那我都沒有討論過的很多, 我會提到我會說的這個, 很少女性,我也希望她們,男性和男性可也有時候 我會認為這是第一次女性的性格 最新的性格是否屬於個人、狀態 而這世界就只有兩個能夠 只有兩個能夠 沒有個人能夠保持自己呢 他自己的男性、女性、女性 那個人是少不重要的 可是这个前半时间 我喜欢吗 希望你更有诚中 他代表 一部分是在中国的一个政策和政治侦影、做法 不合格的国民党和公民党的理由 是在这里的一个 righteous负责 这些是什么,但是 这些都是现在的性格和性格和性格 也是很相际的 不是全是亚集的 一部分的性格和性格 如果您想和亚虐享 这个事情才能做到 游車身體管理性能力 自在裡面採取的手段 要求要求要求向自己做的提供 擬歐洲私是有意義的 不是 今天已拖政策的方式 在日本政府正在 日本人的政策 分配性能力 和能力 分配性能力 材料 三十十算 和十十分期為 發展這策ё的策略 加入 有可能他们在韩国去搜集一些资料的时候,他们的资料不是那么完整的。 我们再想一下,因为这次听说是台湾的身份证上面因为都会有性别。 像天书有男女,还有第3个,有X这三个,长老你有打算要选择哪一个? 目前这个以我的理解是内政部还在延迷,所以我目前并没有特别去关心这副分证,不是我的主观。 但是等未来如果出现的话,因为我入国的时候,我性别本来就已经是天悟了。 所以当然如果以后X跟50类似的意思的话,那当然可以考虑的。 其实现在还没有安排,我们还没有说的,我们今天还没说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关在中心的说明 首先,我们要是男,女,X,这三个人是男人。但是现在,本来是男人的识节目,我们的识节目把那个识节目的识节目 那麽因此,如果这识节目的识节目的识节目和是合理的,所以,如果这个识节目就是这样的识节目的识节目, 我們是無、X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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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X啦 我們有查到,當您入內的時候,是寫無, 就是,它代表的其實就跟政黨寫無一樣,它的意思並不是我沒有政治理念,而是說我的政治理念沒有辦法用政黨的安心。 輕人亦認為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意念是在上一種信證的意念,心佈的意念。 我認為自己的意念是否有關的意念。 我对我来说,你做的一件事是否做了 之前,我认为你很年轻的年轻人的 然后,你会在FM跟河合工作 你会生活穿过去想做的一件事 但是,你开玩了 但是,你也不想起来 在当中,你没帮忙的 你也没有帮忙的活动 我多希望你能做出一件事 那我认为你更有意义的 我认为你选择那一件事 對於在大雅中的大學增長更加勤奮, où是大漢長的大學增長時, 在大漢長的大學增長時, 是什麼意思, 要是否增長到大學增長的影響。 下一次,我們還有兩種問題。 ViuTV, 你在16歲時, 好像也有跟美國的企業合作, 然後寫了一些暗礙執訊過程。 像我們查到的資料, 上面寫說, 想說你們很喜歡還是會來台灣這樣 這樣有 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這邊想要講一下 就是說我除了在十九次 有反正去西谷可能半年左右之外 之後我其實基本上都沒有在西谷 來超過半年一次超過半年過 我在那邊不管是創業也好 接下來加入很多公司的團隊也好 或是跟蘋果這些公司當部門也好 我都是based on 台北 我都是住在台北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從2005年開始 視訊的這個技術就已經非常的發達 所以說我不管是跟同學開會 或者是寫白板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在台北去跟西谷 或者跟溫敦跟其他地方去連結 那這樣子對我自己的好處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就是開沒有意義的會 但是因為我在台北的市區 跟他們只有重點一個小時 就是我半夜睡前的那一個小時 所以說大家都會非常有效率 各自要做的事情報告以及或者是做協調 那我如果跟他們在同一個市區的話 那其實就沒有辦法有那麼多自己的時間 所以我想我雖然說是在西谷工作 但是一直都是在台灣 那我工作到一個程度我都變成顧問了 就是我不用每天一定要做出什麼 也不需要打卡的這個情況下 我自然地就處於一個半退休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並不是說我實際上 從西谷搬回來台灣 只是說我在台灣每天可以用的小時數增加了 從西谷搬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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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的時候 從西谷搬回來 從2005年開始 從西谷搬回來 我會把這裡的經濟會功能做出來 就是在台灣大丹部 從西谷搬回來 也有很多事情 但是在台灣大丹部 所以在台灣大丹部 那里可以得到 就是在澳大丹部 所以在台灣大丹部 在一起做的時間 就只要就在一小時 一時間 你就只要一時間 然後就要一時間 然後就要一時間 executive officer的此 counsel, 做最多的相 engra行自己的意思是 但是 Packung could move 进行行中之后, 他们所有的 improvements 也有在不同的行为报名 公司人身工作 responsibilities 也就是出 candidate 提供一些政治性化, 而且身陽市集的見て 很多人驅选了 而去毫阶呈ınıizado 自行工作的 parties 也有是因為台灣人的關係,所以喜歡待待台灣, 或是你比較喜歡台灣的生活,還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其實我常常旅行,像在我入閣之前的兩年裡面, 我幾乎每一年都會去十個左右的國家,所以很難說我特別是在哪一個地方的人, 但是當然因為我就是父母、父母、外婆,所有人都還活著,而且都還在台灣, 所以就是說跟家人在相處,現在是很重要,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因為我在入閣之前,我就是對動物保護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說我自己像目前現在都還是有三隻狗跟七隻貓吧, 所以因為動物的關係,所以其實也不太可能完全搬走,但是經常旅行是確實的, 那每年大概至少還是有一半左右的時間在那裡 ,我們喜歡旅程度,師傅之間的地方是經常旅程度, 我们之前去见过 就是,我们请不吝点谘言,就是对军的教育上的教育上的课程, 就是在这一个课程中,我们今天是在基台邦的高大剂, 对军的课程中,就是平台邦的课程中, 是平台邦的课程中呢, 我們都會提一個象徵 就是當地那個城市的一個象徵的一個關鍵的單字 這樣我們是把台灣的關鍵字 台北的關鍵字寫一個free 自由free 這樣你覺得free 有沒有對這個的一些想法 這樣另外的是你講到你可以推薦更好的一個可以代表台北的一個關鍵字 台北free對我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最近兩年都是在幫忙協調全台灣共通的無線網路 叫做i台灣 現在在台灣大部分的情勢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免費上線 就算是你在高鐵上面 在快速行駛的時候 都可以用i台灣的wifi 但是i台灣這個概念 就是有無線的網路 但是是免費使用的熱點 是從台北開始的 那台北當時就叫做台北free 那就是任何在台北的人都可以去免費的應用無線網路 那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把這兩個後面的帳號系統整合在一起 所以你現在也可以在台北 也可以用i台灣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就是在台灣 因為台北是 畢竟是國際武士 所以它會接觸到很多新的思潮 然後台灣每個地方都有一樣的自由度 但是台北會率先去做一些比較大膽的 失敗機率比較高的一些實驗 那這些實驗 如果它僥倖沒有失敗的話 其實全台灣都會覺得這是好主意 而且會願意去做出來 那做出來之後 台北也很願意去跟其他的縣市分享 所以我想這個是台北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既可以去連結全台灣各地的實際情況 它甚至可以連結亞洲 也可以連結到系統 連結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這個free 它不是只是個人的free 也是它跟全世界連結的free 主意大部分 先一段影片介紹一下,zyka 吧 solve the hypothetical 1.5 電腦 就好了 介紹一下 好 太平 3 1.5 片 chest personas qui solved an 在整个全球的观点中, 我特别我特别人都很小的一国 我特别人都切胃的信息 人们都这样是在整个美国的世界上 你特别人的海洙 我特别有地区的整个国际 ��outh也不过 其中的武功能和产生度 太平洋向的既备 但是鬼陆在中国的美国 但是,很多人都都在 所有的尊重的 各种实险的要求 新品牌生地勒 謝謝,都是非常好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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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就好 謝謝 謝謝